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到深处丝丝牵挂 不知你是否能应答 一别多年你还好吗 雪山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 历历在目有的伤心 幸好还能遇见你 忘了结局 不到最后不放弃 两个人的故事结尾 不一样的滋味 谁能左右对不对 两个人的开心 今天这对新人在这里 亲授大家的祝福 好 好 好 据我所知啊 这对新人除了他们的挚爱亲朋 怎么了 我傻大没事 新娘李美玲和新郎张强 他们的关系已将进一步升级 不好意思跟大家开个玩笑 新娘叶小白和新郎管一鹤 他们将组建自己的新家庭 连接两个大家庭 接下来请看大屏幕 看看新郎新娘的相知相恋 这是伴奏吧 真伴奏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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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 壮蛋 就是这样的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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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的 哇 玩自己 是什么 大家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 我的好朋友李美玲 和他的未婚夫张强 这对好朋友未能清零现场 他们用甜蜜视频来祝福我们 希望他们能够像我跟一鹤一样 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 大家祝福他们 好 现在有请两位妈妈上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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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你刚才可真行啊 现场说谎一点没刻吧 那一刻我都快相信我自己了 大家没发现吧 没有 对了 待会儿敬酒 我给你的 你喝 里面装的是白水 要是别人给你的 你先给我 我有办法 挺好的 走 好嘞 谢谢您 那我们就定好了 好好好 回头有什么情况我再跟您联系 好 好吧 我送您 谢谢啊 再见 好 您慢走 谢谢 慢走啊 姐 你真厉害啊姐 交给财务办 好 怎么样 四份合同了 太厉害了 回头请你吃饭 好 谢谢姐 新娘 叶小白 和新郎 黄义克 他们将组建自己的新家庭 怎么就结婚了呢 接下来几个大婚 看看新郎新娘的 相吃相恋 为什么 好 呃 我怎么听到手机里说 新娘叶小白 和新郎管一鹤 她们将组建自己的新家庭 连接两个大家庭 特别是在未来 赞下霖儿之后 也将有属于自己新的 温馨的家 接下来去看大屏幕 看看新郎新娘的 相知相恋 我怎么听到手机里说 管一鹤结婚了 早知道您在办公室 我就去您那儿 蹭点好茶了 少给我废话 掏出来我看看 快点 网上视频我没事解解闷 什么网上视频 聚起来 我儿子帅吧 是 媳妇漂亮不漂亮 漂亮 各位 有一件事我想再说明一下 就是之前在邀请函上面 已经说过了 婚礼的所有视频文字照片 请不要上传到网络上 如果已经传上去了 也请马上删除 谢谢各位配合 因为我跟小白工作性质的问题 各位也应该清楚 但是要具体解释也是挺麻烦的 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尽兴 感谢各位的祝福 但请记得 不要上传到微博还有朋友圈 拜托各位 谢谢各位 各位请继续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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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也不是什么大事 看来管一鹤是真想结婚了 这是动了真感情了 三百万说赔就赔 这事办就办了 明不举 关不咎 这要怪就怪咱们人事部门 那挑人就不能挑人好看的 给我们这帮男同志给逼的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从各个角度上来看 这件事情都说不通 今天西郎新娘 特意准备了一个改口仪式 他们私下告诉我 其实领证的时候 就已经改口了 但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 来感谢妈妈们的养育之恩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双方母亲登台 掌声有请 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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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师 手大量 老刘 坐过来 赶紧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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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上台 你还不会上台 一定有没有 主持人说 请收 照我说他就不能上台 也能不能用手 这人呐 我领语厚 真是天下无敌了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 其实新郎新娘 都是由母亲抚养的 我还是上来等 相似的成长经历 让他们更懂得 珍惜彼此 也让他们在未来慢慢睡 也让他们在未来慢慢睡 回去之后 记得给我找零花钱 这么回国老爸 算什么账 再这样 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两位伟大的母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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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帮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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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飞 也许从未发觉有些感动 让我不经意间忘了伤痛 妈 谢谢你 孩子 妈 你也喝茶 给 星红快乐 孩子 谢谢你 谢谢妈 谢谢妈 小白啊 爸爸恭喜你 这些年 爸爸欠你们娘娘 实在是态度 谢谢今天你能请爸爸来参加婚 爸爸真的是非常开心 谢谢 爸 今天是我姐大喜的日子 咱们一家人要开开心心 送我姐出家对吧 爸 哭什么呀 孩子大喜的日子 不哭 我曾未发觉有些感动 让我不经意间忘了伤痛 让我不经意间忘了伤痛 让我们在时候 让我们在时候 总是能够出其不意地给我惊喜 让我们在时候 让我们在时候 总是能够出其不意地给我惊喜 为了我 他愿意做任何事 他愿意做任何事 心中那份平安的 他是我的父亲 如果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 过往的岁月不停摇摇 虽然 我现在还是不太习惯喊他爸爸 但是 他也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 因为种种原因 我是我妈妈一个人带大的 他们当时 选择分开 没有谁对谁错 一方选择了放手 另一方选择了成全 我理解他们 感谢你 给了我生命 虽然我今天 就准备了两个位子 没关系 那是因为 你 是因为 爸爸也是我们的伴郎 他会给我们 最特别的陪伴 爸爸 吗 爸爸 我爱你 世界重担你的样子 或许可能是一辈子 你说我就像个疯子 对爱情无所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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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回到最初样子 体面一世 是 不如回到最初样子 体面一世 好 喂 玛丽姐 你尽快赶到崔总办公室 不然后果很严重 是真的吗 原因 理由 动机 我实在是想不通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说话解决不了问题 我想知道原因 对不起 我叫你来不是来跟我道歉的 你告诉我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别说你了 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好啊 那你现在给我想 我给你时间 不要敷衍我 崔总 您听说过马蹄铁效应吗 我 试了一颗马蹄铁的铁钉 毁了一个 骑马作战的国王 输了一场 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 亡了一个帝国 要说原因的话 是场上的 谁知道的 你看起来 你轻人都要 有关 一有什么警察 你说过他 来 他来 他去 他去 我这时候 叶小白 你就没替一鹤的前程想想 一鹤那么聪明 怎么会糊涂至此 一鹤为你放弃了这些 他不会后悔吗 叶小白 你早晚有一天会后悔 事情已经发生 说那些也没有用了 我跟管一鹤不在一个公司了 不正是因为 尊重公司的规定吗 我就奇了怪了 你们欺骗我有什么意义 管一鹤在风上 资历最深 前途可及 他留在公司 能够带给公司的贡献 你十个叶小白 也做不到 你们有机会跟公司解释 我甚至可以想办法帮你们 但你们却选择了 最愚蠢的方式 把公司和我都逼到了墙角 难道这么多年了 我和管一鹤之间 我和管一鹤的新人 都没有 叶小白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吧 让管一鹤回来 我对他接往不咎 好 您的意思是 让一鹤回来 事情闹成这样 我不能 董事会也不会为你们 破里休赶去的 崔总 您这是却退我吗 干嘛 不许 我这是给你们做 你别想问 孙总 谢谢你们的好 决定是我和一鹤一起做的 我不能一个人决定 值得吗 你有没有想过 唐叶寒冬将至 还一鹤回来 对你们对公司是说明的 你们好好考虑吧 我怀孕了 您不能辞退怀孕的员工 我可以拿检查报告来 还有一些手续 需要公司这边出 包括深圳声誉登记 都需要人事部盖章 另外 一鹤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 才为我做出了决定 这些都是国家给我的权利 你是拿怀孕来威胁公司吗 孙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明白您的好意 我只是把我们的实际情况 向您汇报 叶小白 你回去吧 把我的话告诉一鹤 让他好好想想 你智慧 我这个调格 我不是他 我如何寻思 怎么办 这些是 小白 你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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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你还没了 我刚回家给你拿了件衣服 现在还需要吗 不用了 从现在开始 我正式可以休婚嫁了 婚嫁 你和男人一起休息 美瑞说了 美瑞和崔总我都说了 那他们怎么说 有没有为难你 崔总希望你留下来 一直劝我说服你 看得出来 崔总对你很器重 你要去见他吗 怎么了 崔总说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说实话他说的也有道理 落字无悔 这件事已经决定了 就不要再想了 无所谓后不后悔 除了这些 他们还说别的了吗 他们只是很生气 因为你走了 公司损失很大 虽然嘴上没说 但还是更希望走的人是我 我因为公司赔了三百万 就是希望你能留下 说得对啊 我们已经付出的够多了 去和留都是我的自由选择 今天崔总的话倒是提醒我 现在年景不好 我得努力保住工作 才能对得起你的牺牲 小白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要有太重的心理负担 不如就放宽心 在家好好休养 你的首要任务就是 把宝宝生下来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不说这个了 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 在等着我们回去参加晚宴 今天必须开开心心的 走吧 对 走吧 谢谢你们 敬大家 敬各位叔叔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 别喝多了啊 喂 天儿 没事 没事 别倒了 别给他倒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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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说哥几了 选择管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你们别说帅子你这儿 我怎么煞了 不然可以 我可以了 那多幸福啊 你这幸福啊 我先给你干什么 我先给你吧 我先给你了 好 我先给你了 我先给你了 老板 我先给你了 行吗 小白你行吗 还是叫个代驾吧 深圳应该有代驾的 小白考完证 拿到驾照 你还没开过车吧 没事 就这几百米 我自己可以开回去的 你慢点开 你说一鹤以后 这种应酬肯定还很多 小白要是能开车 帮着接一下多好 打车不是也挺方便的吗 小白平时工作忙 又要加班 哪有时间接人 那也不能都指望一鹤 以后万一孩子 他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 还不得开车马上就走 那时候还分什么爸爸妈妈 你家人真奇怪 工作上要求男女平等 过日子 也要被照顾了 小白啊 慢点开啊 嗯 走了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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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小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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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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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打 打轮 打 打 打轮 行了行了 打轮打轮往哪打呀 你又不会开车在哪 瞎指挥什么呀 你叫孩子安安静静地开好不好 闹腾什么呀 这深更半夜的 连个司机都找不到 别找了 哪有这么晚回家的人呢 回家这么晚的人 都是不什么正经人 是 咱们呀 咱们出外 咱们特殊情况 往左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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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倒 管一鹤给公司带来的贡献 是你十个叶小白 也做不到的 让管一鹤回来 我对他借往不救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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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个车你哭啥呀 你看咱俩 你把孩子给吓的 小白 我们不到了 不到了 不到了 叶小白和管一鹤的事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也没多久 进公司前不久吧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玛丽姐 说真的 这个事让我怎么跟你说 你们知道吗 叶小白跟管一鹤结婚了 还怀孕了 知道了 人休假 保密工作还做着挺严实 怀孕了 她一生不想怀上了 难道 王月月被喊去问话 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那个 我们公司是有连做制度吗 今天这个场面太好笑 这些小白怎么谈恋爱 跟谁谈恋爱 公司准不准她结婚 那是她的隐私啊 跟我没有关系 个人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 再说 你们也没有问我 小白不在 崔总气成那样 玛丽肯定要调查清楚 手下捅了个大娄子 崔总多少回质疑 玛丽的管理方理 我知道你不服气 但我今天要跟你聊的是 职业道德 第一 叶小白和管一鹤 他们两个结婚 已经影响到了公司业务 第二 我让你写的分析报告 你转手就给了高山 你的做事方式 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你要时刻记住 你是公司的员工 涉及到公司 和我们项目组利益的事情 你就有义务向我汇报 玛丽姐 我对工作 对公司是绝对尊重的 我对我领导也很尊重 不是针对你 是任何一个 坐在你这个位置上 做我的领导我都会尊重 至于高总报告的事情 我也很为难她也是我上家 我哪敢遭罪她 再说高总也是为了公司利益 那一小白 我不帮她她也得结婚 我们好歹是姐妹 即便是为了工作 我也不能六亲不认 得讲点感情吧 咱部门人手紧 工作量更大了 小白病真好 嫁给管一鹤 你要知道管一鹤离职 损失了多少客户 现在我们年终ia都会少一个零 没有吧 可以怎么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咱奉升这么大的公司 一个人对影响没这么大 来来来 Dean是不知道 玛丽姐 你要是因为 刚才那两个原因处分我 那就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吧 我没意见 公司肯定会处分你 但我还以为你会不服气 我希望你能吸取这次教训 不要以为打擦边球 能蒙混过关 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是姐妹 没想蒙混过关 你应该感到庆幸 王月元 你姐这事做得非常不地道 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公司找你来谈话 是希望你明白 叶小白瞒着公司结婚怀孕 截破公司 并不止业 更不敬业 他真当面拒绝崔总 真的 我刚刚从人事那边听来的 这可是爆炸性新闻 他还申请婚嫁 直接就给批了 我感觉 小白以后在公司可难了 那也不至于辞退 关键 小白按照规定 都没做错什么呀 他还想做错什么呀 关总都 说谎我替他认了 我这那不是公司逼的吗 不许员工谈恋爱 当时你不也谈了 你不会 这么多年 还没有放下管一鹤吧 管一鹤都已经辞职了 该赔公司的钱也赔了事 你们也知道了 这叶小白但凡有一点办法 能跟公司对抗 继续走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你们都说 拿他没办法了 公司需要有职业终成度的员工 我们是一个团队 他叶小白不能只想着自己 结婚生子是人之常情 小白也挺难做的 你们难道无法理解 我们职场女性的不容易 虽说是这样 但小白这么做 会让大家都挺被动的 特别是玛丽 压力啊 更大了 可不是 怎么了 我不在办公室的第一天 就不习惯了 迷之乐观 小白啊 快起床吃饭吧 快点 快点 吃早餐啊 妈 妈 妈 快来 怎么那么慢呢 医生 我孙子怎么样 先卧床休息吧 不用吃饱胎药吗 不用 多休息就行了 都这样了还不用吃药啊 他都四个月了肚子都不咸 他今天又见得雪 是不是应该吃点饱胎药啊 不用阿姨 不用 慢点啊 那这个医院 不是正规的吧 那医生什么药也不给开 想办个住院也不给办 阿姨 病人没有需要的话 我们是不能安排住院的 我来推吧 你们挺好的 阿姨 不用不用 这是我的工作 这个医院贵 那私立的 那服务好 私立院挺好的 你看 服务也好 你们这儿 我看怎么只有妇产科呀 我们这儿有寻查的 儿科医生的 寻查 不像正规大医院那样 二十四小时 都有人那种啊 阿姨 我们这是有二十四小时 专人看护的 喂 妈 小白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啊 没事 就让他卧床呢 你安心工作吧 小白已经跟公司请假了 我这边第一天上班 一会儿要跟客户开会 你帮我随时留意着 小白的情况 你有什么问题 马上通知我 我立马回去 没事 你又生孩子的事 你个大老爷们 帮什么忙啊 没事啊 我们马上就回家了 医生什么药也没给开 就是让多休息 他都是给累的 你们那这孩子就是命 你不听我的话 当初让小白辞职 你觉得多好啊 这是两回事 也是结婚累的 我知道他是累的 可是他可以自己 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 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啊你啊 我事多 妈 回去再说吧 我要开会了 好 就这样 拜拜 来 老师里边请 请坐 请坐 亲爱的老师 这位是我们华东地区的总负责人 郭思杰 郭总 我的名片 郭老师好 你好 还有这位呢 是我们从丰盛弯来的高级管理人才 管一鹤 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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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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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会 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啊 当下最火的女团 SUNY 其中最火的一位 鸭鸭老师 叫我鸭鸭或者歪歪都可以 我外卫老师 你好 对 大家都是老师 都是老师 不好意思 我的名片还没有印好 没关系 大家交换一下电话 微信 以后就是朋友 管老师 咱们公司的介绍批责人 你有没有啊 公司介绍的批责人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样 鸭鸭老师 咱们到公司logo下面 合个眼睛 宣传一下 来来来来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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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老师 回头微博上帮我们宣传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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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老师 一 二 三 来 撞嘴 妈 真的不用这样 我自己可以 不行 你必须得休息这三天 冲嘴 绝对不许下床 来 冲嘴 那我上厕所怎么办 不是有妈呢吗 妈可以帮你 妈 那我现在跟结摊 有什么区别啊 结摊就结摊吧 我也是不放心 我也是不放心 要不啊 我就把我回家的票 先退了 再多陪你几天 不用 真不用 医生不是说了 我没什么事吗 我觉得就是这几天办婚礼 给累的 之前不都好好的吗 我好不容易休几天假 想放松一下 那你们让我躺着 我一紧张我更累 没事的 你现在呀 必须在床上躺着 我得监督你 绝对不允许下床 亲家 来 你呀 还是按原计划回去吧 小白这边 她不是有我的吗 你一个人行吗 行 没事 我们一个呀 攒着老婆婆呢 好 来 吃一口 没认识小白之前呢 我们都商量好了 等一鹤结婚的时候 我们给他换套大房子 不过这段时间 不是因为事 都挤在一起呢吗 都没顾上 不过我跟他那个表弟 已经说好了的 帮我盯着点 以后有什么大房子的话 我给他们添点钱 换套大的 至少比现在多一间 以后你来不就方便了吗 是吧 亲家想得真周到 妈 妈 真不用 我觉得现在这个 就挺好的 绝对够住 你傻呀 就是 让一鹤给你出钱买房子 你还不要 真是这孩子 再说了 以后你妈妈 会常来常往的 我们总得给她 留一间房子 是啊 你真的不用 行了 亲家 我想了 他们都年轻人 就随他们去吧 两个人的世界 没过几天 马上就要有宝宝了 来 来 吃口菜 月月 咱们管总从丰盛辞职 就是为了去胜利 进福建女团 你说什么 你自己看看 这个鸭鸭 是不是那个之前 因为特别能吃 圈粉无数的女团成员 对呀 你说咱们管总 英雄气短 我研究 rig 你懂得 在这儿 我闹起最 key 都教他 假 Likewise 这也很理解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 我对你怎么了 你跟小白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跟 金子 我跟小白的事 不是只针对你 我连所有人包括 丰盛的所有同事都不能说 你们太可怕了 你们明明是情侣 为什么在浪山又装作 不认识一样 我们有我们的苦衷 再说了 我跟小白那个时候 还没正式开始呢 关总再见 明明就是我喜欢你在先 我还告诉过他 问过他 让他帮我出出主意 为什么骗我 他明明就是在套路我 为什么 我要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会喜欢你 我也不会来深圳找你 闭谷 你不要哭啊 关总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是公司 我们下去说吧 好吧 来来来吧 我跟小白的事情就是这样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那当然 听起来也不简单 这不但是你而我对所有人都欠一个交代 现在好了 全部都还清了 好吧 我承认我错了 这就像是一场比赛 这就像是一场比赛 我输得起 我心里就是不服气 我连比赛通知都没有拿到 就被淘汰了 这哪来的比赛 在浪山的时候 不是明明白白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们两个根本不合适吗 根本就没有比赛 更谈不上什么输赢 输了就是输了 其实叶小白早就赢了 我还傻了吧唧的 自己在那闭门造车 我连他怎么赢的都不知道 我再强调一次 没有比赛 也不早了 今天小白不舒服 我得早点回去陪他了 走吧 你先走吧 我还想再坐一会儿 我还想再坐一会儿 行吗 行 那 那我先走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工作呀 厉害了 今天整个行业都知道管一鹤 今天个顶尖网红 开会聊八卦 照片还有修图 一鹤 一鹤 我看 圈内都在传那个网红的合照 还有晚上跟周总他们饭局的照片 你也在忙 他们吃饭应酬 我当然不去了 那你晚上去哪了 老婆 老婆 今天我碰到赵金子了 他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是我们没有跟他说清楚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乱想了 我没有乱想 我就是在床上躺了一天 太无聊了 想问问你都在做什么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可有意思了 这就是个笑话 一鹤 你妈今天又说起来要换房子的事情 她以为你有那钱 没事 我就跟她说 说新家具新房子会有甲醛 而且住了身体不好 那她肯定不会换了 我请不了婚嫁 不能陪你 最近呢 那你就在家里 好好休息好好养胎 好不好 你也别压力太大了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要不我请个年假 看他 你就从浪山 又到深圳 没有土锅就铁荤子 你掌子呀 没玩过这个快点 没有啊 我就记得 小时候 我老缠着我妈 让我妈带我去海边玩 然后我妈就在我们家柱子上 画了一根线 就这么高 我妈跟我说 当你长得那么大了 我就带你去海边玩 结果 我还没长这么高呢 我妈就去试了 对不起啊 没事 都过去那么久了 所以后来我就发誓 我绝不来海边玩 那你现在怎么想通了 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 其实根本也不重要 我一直努力坚持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怎么办 你不订了 我就是想 你其实可以选嘛 深圳这么大 单身那么多 这么好看 我这么 你怎么 也没怎么 就咱俩这种单身狗 肯定不能一直单身吧 对吧 而且你不能因为一个 气候没发生的事情 就否认你自己 我干嘛要否认自己啊 人生还长 一切皆有可能的 我就觉得 你哥说得对 根本就没有什么比赛 我自个儿还傻了吧唧的 苦恋半年 不过没关系 不属于我的不强求 就让他随梦挑战吧 我的小祖宗啊 乖乖乖乖 没事咱们不能起来 你要多给他吃一点坚果 水果呀 最方便的饮食 还有呢 就是小白这个孩子呢 其实应该多吃喝点牛奶 但他不喜欢喝牛奶 你就给他买一些香蕉 给他榨成那个奶昔给他喝 什么 你要取消婚嫁提前回来 为什么呀 我太痛苦了 我妈走了 我朋友现在变本加厉地看着我 电脑手机一律不让我碰 还怕我躺在床上看说弄坏眼睛 天天看着我 要不是他去厕所了 我连电话都不能给你打呀 你再怎么样也是在床上休息啊 我还以为你变聪明了 知道先给公司一个下满威 然后立马请假避风头 谁知道聪明没两天 智商又下去了 你说你现在回来干嘛 你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全公司 上上下下都认为 你是影响了所有女同志 生育大街的坏人呢 我怎么就成坏人了我 我真的是搞不懂 生孩子还要排队吗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谁能算到这种事啊 公司得努力维护 女性的生育权利对吧 这样才能让大家 更安心地工作呀 算了 别人怎么想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是 你不用管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不敢去争取 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对那些敢于争取的人呢 品头论足 姐 你不用在意他们说什么 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 我的小祖宗 不是让你躺下吗 干嘛起来干嘛坐起来呀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一点都不听话 来来 好 等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好 来 慢点 来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 怎么什么都不懂 说了还不听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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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嘘 有 为了 可以 对 你还真走啊 不是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是走了 你就算认怂了 像你爸 像我哥 像我们这群小伙伴 当初承认你是个失败 是就是吧 我干嘛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你就瞎说 你怎么可能不在乎 而且你这么想 你在深圳这么大城市里 你也找到工作 能养活自己了 这已经很厉害了呀 说得真励志 我都快感动了 你 你为了我 你也不能走啊 我这么好一个兄弟 是不是你舍得吗 而且你再想想 你要走了 以后你去香港 去大梅沙是不是都不行了 而且咱们聊天 打游戏 都只能在网上了 那咱都成网友了 你真就这么放弃深圳 也是啊 那又不来一局 来一局 来来来来来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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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机都卡了 你给你给你 阿玉沙 我手宣 你将视频 老婆 老婆 你真的确定 不用我陪你上去啊 不用了 我自己上去 好吧 不管发生什么事 哪怕是一丁点不舒服 就马上告诉我 马上通知我了 嗯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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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回来了 这怎么回来了 这怎么回来了 我不是休假了吗 小白姐小白 小白姐 小白姐回来了 肚子大了 好 好 好 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嫁给管一鹤了 我怀孕了 给大家准备的喜糖 一会儿给大家补上 你们给我们的祝福 我也都已经收到了 谢谢大家的好意和关照 那我先去工作了 好 这怎么讲过 玛丽姐 梅文 你把新核的资料都整理一下 跟我立街 我需要重新分配一下任务 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们上班时间 聚集八卦 叶小白虽然怀孕了 但当一天和尚 就装影天重 好了 既然她人回来了 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 没什么好被令人相待的 都去工作吧 好 我听说一部的叶小白 瞒着所有人嫁给了管一鹤 现在孩子老公工作三丰收 人上瘾家 如今叶小白怀着孕 让她正常工作吧 出了点事 那是人命关天 给她点特殊照顾吧 其他人帮忙 总会有人抱怨 尴尬的是 她刚转正就怀孕 马上要休产假 现在公司这么多项目 正是用人的时候 也许 我听了半天 合着你们的规矩就是 怀孕了女生就是累赘 你们既是员工 也是女人 有朝一日 你们也会怀孕生死 到时候公司 员工 把你们也当累赘 叶小白现在回来 努力地想和其他人一样工作 恰恰就是在为女性证明 你们不帮忙也就罢了 能不能麻烦闭上去 让一下我都到了 叶小白 就能不能进去 她来吃哦 她来吃好了 我老得是 我老太他们 真的不是 这是我老婆 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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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我这在 你老婆 你真是 这日子很不好过 你以为你今天那么说了 你们能跟面就一笔勾销了吗 何况管一鹤还是她前男友 不至于吧 玛丽姐和管一鹤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呢 多少年都一样 你想想看啊 毕竟他们相爱过 心里怎么说都有些个应的 虽然我也理解你 可你影响的是整个团队 所以你也别怪玛丽 你也不要怪大家对你有看法 大家 也不是故意要怪你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留在丰盛 我没有违法 我也很理解大家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大家 也能够理解我 我也不想连累你 再连累王月月 那以后 我们在公司就保持距离吧 你是没有违法 但你坏了规矩 早知道你跟管一鹤 要闹出这么大一出 我就劝你跟那个湖南土豪 好好的了 不过你放心吧 虽然你的情况很艰难 但是我也会找机会去帮你的 你也不要太过焦虑 孩子才是大事啊 从来就没有什么湖南土豪 一直就只有一个管一鹤 你会一飞冲天的 谁像不像 好了 好吗 以后呢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尽管偷偷告诉我 好吗 走了 谢谢啊 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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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贾 我觉得这 你说这 这个动作 你直接接这个动作 会不会舒服一点呢 我试试啊跟我来 一拜七 打打打底哒 看手 打打打底哒 打打打底哒 我还打不了呢 就这样吧 来 往下来接 打打打底哒 打打打底哒 再来一遍啊 打打打底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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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妹妹你怎么了 练练练练 你们练 还不是问小白的事啊 就又上班去了 我拦都拦不住他 我又不能跟着他去 就在家里边 就生个干净说怕了 你儿子不是 公司的高管吗 老公赚那么多钱 媳妇在外面 日晒雨淋的 还搞个月可不是吗 那早出晚归的 干嘛把自己 搞那么辛苦呀 现在怀孕了 好好的在家养着 那不是没条件 年轻人太好强了 咱们过来人 可不能不管 那得多提点提点她 让她们少走弯路 不会想浮 没错 我这当妈的 她真的找一个机会 好好地说到说了什么 你们全家商量好了 在哪儿生孩子吗 你说起这事啊 我心里那就不踏实 小白她找的 还是一个专攻妇产科的医院 那其他那科室的那些医生 她是寻诊 她不做诊 那有事还得预约他们 你说那些综合医院吧 她那复苒好的医院 多的是啊 就光我知道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北大的深圳医院 还有人民医院 它不都挺好的吗 你说干嘛非要找一个 只有复产的医院 而且还是私利的 我先不给你了 我回去给她转院去 我支持你 这次不行也得行 走了 拜拜 曼彩 过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我核对过来 有事要订 迈克 你们到咖啡厅了吗 我马上到 你怎么还在 才七点五 搭着肚子 就不要加班了 以后到点下班 早点回家吧 我马上到 要打电话 要看看 去吧 我帮你 那是 我来说 这个 我的 我送你的 我来说 我来说 彩刀 这个 那是 你 我来说 我来说 小姐 开门来 咋啦 这一脑门的官司 真惹你了 我被替小白传染了 小白怎么生病了 没有 你上车吧 回来再洗手 算了 我请你撸串去吧 我觉得我得喝酒 行 正好我也饿 那那那你拿着去店呢 吃吗 妈 待会儿你先吃吧 刚才都吃了 我为啥呀 我让你姐在公司被鼓励 是我俩 知道看怎么看了吗 其实底下人跟他有什么丑什么怨 还不都看上面的意思 上面领导不高兴 不论你下出不错 不是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不是啊 难道就因为我和小白 是亲姐妹 这事就跟我有关了 我是凭本事 又不是凭跟叶小白的关系 尽得丰盛 真是道歉 不过现在想想他也是 不认识他 也不会被他牵连 不是啊 你 看错了 你还影响你啊 对 现在公司啊 估计觉得 一起欺瞒了公司 不过我也无所谓了 毕竟 是个大损失 这个时候你可得坚决支持 一马归一马 再改 可是在理智上 也就是工作上 其实我倒觉得 什么机会 升职的机会 本来呢 玛丽那儿是有一个生殖指标的 是要给叶小白的 现在不可能了 我还想要 他们现在啊 基本上就等着一小白受不了 主动辞职 反正呢 就是变成发人道 想把她挤出去 不是 你得想折 你得想折帮你解呀 我帮 我怎么帮啊 这深究起来公司啥也没做 你看 不给一个孕妇工作 不让她加班 允许她晚到早退 还按时给她发工资呢 只有错吗 爸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本来自从曼森进了高山组之后 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我姐 那你看呢 现在就算是条再大的鱼 没有水它也翻不动啊 这一生完孩子一休产假 支援生涯就彻底完了 我在丰盛的职场奋斗之路 就只能靠我自己做 算了 我还是靠自己好好努力 省之加线 你反正怎么听 你都像要趁你姐之危 不靠你可别的啊 姐妹同心齐力断金 我这怎么能叫趁人之危啊 我这不是抓住机会吗 我跟你说不清楚 这工作是工作 亲情是亲情 丰盛啊 就是有太多你这种 分不清利害关系的人 才害得我也属性 反正 叶小白这位置 他不要我就做定 少喝两口吧 我没有喝多少啊 你瞧你干嘛不喝两口 所以说公司的事情 你不懂 你就别操心了 就等着你的小女儿 升值加薪吧 来 妈 回来了 今天回来挺早的啊 赶紧洗手吃饭吧 我就说嘛 这个人是活的 工作是死的 这时间呢 就像是海绵里的水一样 你啊 必须用时间的挤 我们那个小白就是亲妈的话 你这么混一混 别也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是不是 那再大的领导 他不也得吃饭吧 也得睡觉不是 来 谢谢妈 是啊 他们是不能把我怎么样 好来 都齐了 我们吃饭吧 一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来电话说 他晚上有应酬 这些菜啊 都是给你专门做的 你看看 这是猪肉 这是鱼 这是卤菜 这是鸡 这是虾 对了 我没放多少盐 听你妈妈说你爱吃清淡的 这 清淡啊 是啊 你看看 还有这个菜里面 你看妈放了一点的小萧的那个青菜 你看 多好看呀 这是鱼 对 这是 卤菜 对了 你明天起个假 跟妈到那个傅佑去见个当 傅佑 我今天拖了好多人才找到你的大夫 把你的情况说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什么都不懂 这外国人生孩子啊 他都是在水里生 那多凉啊 我们中国啊 他自古他都是在床上生孩子 他不一样的 他吃的也不一样啊 人家从小是吃牛奶面包 我们是喝西粥的 那是不能比 外国的医院怎么能做中国的月子呢 妈 私立医院的医生和设施都是一流的 何况我跟一鹤都已经商量好了 就在私立医院生 怎么商量好的呀 你假议认识吧 他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就有一个亲戚 就是在私立医院生的 你知道最后怎么着吗 出大事了 他差点孩子和那个大人一起陪进去了 不能吧 但我跟一鹤都已经商量好了 订好了 订好了 你们都订好了 让妈干嘛呀 你怀孕了 妈让你在家好好地休息 你不肯 不要早出晚过来去上班 你知道吗 你一出这个门啊 我的心就提心吊胆的 生怕你把我大孙子给磕了碰了的 现在你们要去什么 莫名其妙的私立医院生孩子 你们想气死我呀 妈 你就放心吧 真的没事 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怀着孕上班 一直到生孩子那天 最后不也生出来一个 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又健康又漂亮的 小白 上班的事情 我已经随着你的兴致了 这生孩子的事情 你必须请我的 明天请假啊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妈 小白 你洗好了没有啊 那孕妇不能洗的时间太长了 那容易晕的 要不 妈进来给你洗 不用 妈 我快洗好了 小白 妈进来了 妈 我还没出水呢 还没出水呢 你看 你这是干什么呀 来来来 把水关了 给 给擦擦吧 以后到外面撑去 怎么还不接 老规矩 今天谁先用手机 谁买单 咱们不醉不归 好啊 别着急呀 等我介绍完了 咱们再喝 李总 这位是全民优质偶像 鸦鸦老师 新闻你一定看了 我们胜利金服 已经成功地与鸦鸦老师签约了 鸦鸦老师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还有这位 是我们从国际大公司丰盛 挖来的业内精英 管一鹤 管总 管老师 我相干为敬 你们 随意 李总 那我得陪你一个呀 二位 这李总也是敬你们 要不要赞助一下 来来来来 来 看 我最后来到 她的考量 你们好好商量好不好 这种孕妇的东西 我也不了解 行 这种小事 等我回来再说吧 好吗 很快就回来了 没事 服务员 服务员 这酒是里面点的吗 我想问一下现在 这个包间的账单 大概是多少钱 加上这瓶酒快四千二了 您只能哪儿 麻烦你 帮我跟里面说 这酒没了就剩啤酒了 你拿着 好 我去给您换 好 谢谢 谁啊 我 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不回湖南了吗 怎么还辞职 我是不回湖南啊 但是我也不想这么混着 我要重新规划我的人生 我要重新规划我的人生 不是 怎么怎么就成混着了 干中介 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 我得重新学习 你看我买了好多书 不过这些书太难看了 看得我头直疼 不是 是别人对我们中介看法 就是工作不稳定 然后穿个西装 骑个电动车 动嘴皮就能拿钱 那还有人说我们黑中介 都瞧不起我们 那当中介怎么了嘛 不是 你哇啦哇啦说什么呢 我没有瞧不起你们中介啊 不是 那你干嘛 一说长久之计 你就要辞职 当中介只要你能吃点苦 一个月也能赚不少呢呀 行吧算了吧 这跟你个富二代 我说着也没用 你就当我没说 你干嘛那么介意 我辞职的事啊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 我半毛钱都没有 瞧不起你的工作 我就觉得你那天 在这说得特别对 我不要做个失败 所以我想明白 我自己到底要干嘛了 你看 我爸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他 我也不可能让他觉得 我女儿好厉害啊 青出于蓝 那索性 我管别人怎么想呢 我就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那你想好要干嘛了 你怎么帮我忙 取信的人 不énerless 打算她 你喝酒了 怎么喝这么多呀 你胃不好 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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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来 一鹤 喝点水 慢点 好点了吗 我没醉 你别站着 你别站着 你坐下 坐下 等一下就没事了 我坐会儿 我待会儿就好了 坐会儿就好了 孩子 孩子 你好吗 知不知道 你妈今天给我打一个电话 那顿饭 四千多块钱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你知道吗 你爸从来没有这么提三下死过 什么狗屁嘴 还不如一杯酒 一鹤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没事 特别好 真的 老猪都可好了 你爸 我把整个北方市场 都交给我 什么时候 开拓市场 什么项目 都让我负责 厉不厉害 当然以后 还要去火星 月车 这该都是什么新市场 有难处 你跟周胜利说清楚啊 有难处你跟周胜利说清楚啊 说起来 没有要说清楚 没有要说清楚 有没有要说清楚 行的 事总是要去 marketplace 享受一次 事业人 那我也认识 转身上 秦沈 你不要把手 咱就离开呢 我实在看不得 你在那受委屈 没事 一鹤 你起来啊一鹤 一鹤 本来想跟你聊聊的 一鹤 走 进屋睡 地上聊 别在这儿睡了 来 来 起来 听话 一鹤 妈 妈 你看 怎么喝这么多呀 你知道我心里的 真实的 别人给你十五倍 你二十 在丰盛的时候 哪需要他陪酒啊 真实的 你说图个什么非要辞职 一个忙得见了红 一个好好的工作不敢 去给别人抬轿 妈 你先去睡吧 我看着一鹤 睡什么睡呀 你这身体 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去 你到我的屋去睡去 妈 我没事的 这有我呢 别跟我争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地休息 快去 听话 这不有妈呢吗 快走 快走 到那去好好地睡一觉 行了 这不有妈呢吗 你还不放心啊 快去 快去 听话 好 好 好 给大家看